加州警方日前通緝一名 屍嫌在一架梅塞德斯奔馳車上 射殺恐爵的嫌疑犯 根據目擊者說 當時遭射殺的恐爵在一條車路上 而這一名的疑犯出槍射殺 相關加州動物保護組織提出嚴重抗議 在過去兩年當中 因為槍擊、毒戰或剪斃等原因 事發地區已經至少有50隻恐爵受傷 今次目擊者說 射擊者駕駛著一架銀色的梅塞德斯 他們說它是一棟房子前面減速 拿出散彈槍 並在駕駛過程中射殺恐爵 20世紀20年代 有20隻恐爵作為禮物 送給洛斯維迪斯半島的早期開發者 現在這些恐爵歸社區的養馬人字仰 有些人認為這些恐爵對居民生活造成困擾 例如噪音 但這些恐爵在車道上十分溫馴 所以這種行為是虐待動物的表現 可以被指控為嚴重犯罪 天下維視編輯報道